接下来谈谈遗产 这个数据 所以是我也吓一跳 这是2022年光 全台湾财政部公布的 有55笔的遗产 是没有人去认的 所以上缴国库金额是4.58亿元 我觉得我们担心的 不是说我们走了之后 这个钱进了哪里 进了国库 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钱 没有留给我们挂心 我们爱的人 没错 所以如果像我 当然有老公有小孩 有我的爸爸妈妈 单身贵族 没有留下了 只字片语的遗嘱 人走了之后 钱怎么处理 对 这个钱真的很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都是 感情的动物 其实钱就让我们觉得说 让我们过得比较好 但其实钱也代表什么 我们的爱 因为你爱他才会给他钱 你不爱他 就像我小孩子 他跟我一号零用钱 我当然会给他 对不对 那是这样 因为你爱他 钱是代表一种爱的感觉 好我们来这样讲 有一个 有一个妹妹 他当时他就觉得 他不要结婚了 他也不想生小孩 单身 那时候他们全家都住在一起 很开心 那他很棒 他赚了不少钱 投了股票赚了不少钱 那有房子 那么这时候 但他时间经过了 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妈妈都不在 时间经过了 妈妈不在 那就剩下他跟其他的家人 他还是单身 还是单身 一直都单身 那他们都住在一起 跟嫂嫂 他们很好 跟嫂嫂很好 跟芝芝都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家族感情超好的 但是他们都已经先过世了 都不在了 就他单身 那他呢也跟这些什么表妹 跟这些堂兄都很好 他们常常都出去玩 你知道这个感情很好 我也常常看到 都一起出去玩 感情超好 就有一天他过世了 过世后他们就很难过 就怎么这样 就是也把一些该办的后事办 接下来就产生一个问题 那请问 他财产到底是谁继承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所以他的财产应该要谁继承 对 那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 法律上规定的继承有哪些 我们先了解 我们还是要慢慢了解 法律上的继承有谁 好 这是法律规定的 对的 然后呢如果今天没有法律上 规定的继承人 那遗产要给谁 比如说像他爸爸妈妈都走了 哥哥小嫂也走了 对对对 如果没有法定继承人的话 那最后呢 如果说遗嘱的话 用遗嘱的话 传承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事情 好 一个一个来 法律规定的继承人有哪些 好 为什么我一直讲 强调法律规定继承人 是因为说我们爱的人 跟法律规定会不会一样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说今天 法律规定继承人 我们要知道 总共有五种 第一个我们还是先慢慢讲 第一个叫配偶 有结婚的 有配偶一定会有继承 除了他以外 还有子女 直系且亲被亲属 子女 孙子女 这第二种 第三呢是父母亲 有父母亲的话 父母亲也分得到 那第四 也就是兄弟姐妹 第五种就是主父母 所以有五种 一般的有五种 法律这个继承人 这是顺位 对 顺位 有四个顺位 那配偶是一定有 那配偶不用跟人家比 就是我是配偶我一定分得到一份 那除了配偶以外 这四个顺位要比顺序 第一名就是子女 第二名是父母 第三兄弟弟弟弟弟 第四是主父母 那今天单身者 我们慢慢的讲 单身者没有什么 单身者没有配偶 也没有子女 所以单身者继承少的配偶 跟直系血清杯金属 这两种 所以我们就想 单身者的继承会是谁 就三种 父母亲 兄弟姐妹 跟主父母 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不在 兄弟姐妹不在 主父母不在 那么法律上的继承人 你是没有法律上继承人 你叫做没有法律上继承人 那就很奇怪啊 律师我们不是有很多亲人吗 对他是你的亲人 可是不是你的法律上继承人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因为大家有常常会问我说 我不是有亲人 我不是有 那我就发现 原来大家弄错了 我们虽然活在什么 感情世界中 但是法律却明明的主宰着我们 所以你要了解法律的规定 破解法律的规定 OK 好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单身贵族 他过世的话 他的顺位 因为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但第一个顺位就是父母 再来是兄弟姐妹 再来是祖父母 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在 像刚刚那个案例 这些都不在的话 那怎么办 他没有法律继承人 因为亲人并不是法律继承人 这是两件事 延伸出了第二个问题 好 这第二个问题来看 如果没有法律继承人之后 遗产要给谁啊 没有人继承 因为都没有人继承啊 只有国家帮你处理 所以交给国库 所以为什么2022年四点多亿 四点五亿这么多 对不对 就是因为没有人继承的 虽然有亲人 可是没有法律继承人 所以法律继承人 如果因为通常不是平背 就有长辈嘛 所以法律上一般来讲 他们都会比你早 尤其单身的 我为什么常常看到单身的女性 通常是活得最久 因为单身女性 没有负担 没有包袱 活得很开心 活得自由 健康 所以活得特别久 所以平背 他就活得最久 长辈就不在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很多就会变什么 就会充公 财产就充公 如果这些都早过世 就会充公 而且现在状况更严重 你说为什么 因为现在生的孩子少 有的就单一个 有的就单一个 又是单一个 就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这个又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情况下 那么财产充公 机会就更大了 所以今天 那如果没有法律继承人 我们可不可以创造继承人 或创造一个 不能说继承人 法律上规定 你可以把财产给谁呢 对啊 你看像刚刚那个妹妹 她跟家里的关系这么好 有很多侄女 有很多的一些表兄表弟 或者是 她至少可以把她的爱 传承下去 对的 所以今天要给兄弟姐妹小孩 要什么 动作 什么动作 你今天没有动作 就是要写遗嘱 这叫做 因为用法律的文件来处理 你没有办法用感情来处理 记录说今天我们要感情 就是我可以写情书给别人 可以嘛 我可以用感 我嘴巴讲说我很爱你 不算数 那都不算数 因为那不是法律文件 所以记得 我们处理遗产真实 是叫法律文件 所以请用遗嘱给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法定继承 所以必须用遗嘱来遗证给他们 或者说用给他们做一些分配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对遗产没有什么 权力主张 所以这份文件是什么 等于是给这些你爱的人 一份法律文件 我们能回到刚刚那个关系 那个妹妹的图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今天当时他们就是都没有 这都不在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八八八 后是说他也不在了 他也不在之后 接下来就完了 那今天他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的时候 这些人虽然最轻 都生活在一起十几年 可是他们他的财产就变充公了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一件事 你要不要回去找找看 回去找找看 房子里面有没有保留遗嘱 就还被他们真的找到了 还被他找到一份 找到一份说他有手写说 他要把财产留给什么 留给某一些人财产 好险 这个案子也是好险说 那他如果没有找 没有在那一堆 那个有时候没有翻箱倒柜找出来 这个爱就传承不下来了 对 就没有了 所以还挺好 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就要去找 因为有可能有嘛 所以找 因为他们还算是有知识分子 有投资股票什么 有会看节目 所以有可能有 但这遗嘱 身不身上也是一回事 这个遗嘱要怎么写呢 好 所以遗嘱好像非常重要 说遗嘱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要注意的东西还真不少 首先第一个 符合法律要法定要件 今天简单来说 像我们常常在教大家 叫做自输遗嘱 自输遗嘱就从头到尾自己手写 记得手写不要打字 比如现在刚刚都在讲AI了 我还要叫Check GPT 帮我写一份遗嘱 写一份 写到我满意为止 不算数 但是我可以叫他写 写完之后你要抄一遍 你可以抄一遍 叫AI帮你拟 然后你自己写 有感情会赚人热泪的 对 再重写一篇 是可以 不过写完之后 记得要自己手写一篇 你自己要从头到尾自己手写 记得签名写年月日 只要符合这三个法律要件的话 就可以成立什么 自输遗嘱 你说第一个自己写 自己写 然后签名 签名写年月日 写年月日 这三个缺一不可 我们在做自输遗嘱或什么 其实最重要其实还是它的内容 所以其实单身者 他其实会觉得说 那有时候一阵对象 他觉得 有的人像刚刚他的家庭有很好 有的人就没有 他不想要跟公益团体 所以你要除了遗嘱要符合把定要件以外 内容 其实这第二点我要讲是内容 你要送给谁 你要写清楚 对 你要捐给 例如说我们捐给某某教会 或者某某公益团体 请你写清楚 全名跟地址 有时候你还要问清楚 有时候名字跟你想象中会不一样 所以把它写清楚 那么记载清楚 内容要怎么给 给什么东西 都把它记载清楚 因为未来他们要靠这份文件才能够取得你的财产 所以写清楚之后 接下来就妥占保管遗嘱 对一般人来说 尤其如果不是单身是一般的人 你有捐赠对象 像我有碰过一些案例里面 这个就是有几个兄弟姐妹 那他们他的父母亲确实有写遗嘱 但他遗嘱很不错 他就写说我要捐赠公益团体五百万 那其他怎么财产分老大老二老三 那当然这个也妥占保管 他们也拿到看到 那结果呢 他们要去执行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去执行 自己去执行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 三个孩子也许他会决定什么 这五百万要不要捐给公益团体 不是已经写好了吗 写好对不对 他遗嘱保管了 有保管啊 确定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上面有写说老大分什么 老二分什么 老三分什么 另外公益团体五百万 对 好那这时候呢 当然遗嘱里面他没有写执行者 没有写执行者 那当然谁去执行 这三个小孩去执行 对 那这三个小孩会不会执行 我们不知道 就说有时候是这样 你要做公益的时候 律师你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依照法律来说 他们一定要执行给他 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如果 一阵对象不知道 或没有一个执行者来说的话 这遗嘱继承人间可能做一些调整 是爸爸妈妈没有想到的调整 所以你意思是说 有了对象之后 写了遗嘱之后 要指明去执行这个遗嘱的人是谁 对这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要真的要有一个人帮你执行 才有可能执行到位 或是告诉他们或让他们做一个保管 让他们也知道确实有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一定要保管好 那是没有执行者 或说今天他们有些人他有其他的想法的时候 反而好可惜 因为你本来想要对待 希望给他们比较好 却本来没有拿到 了解 所以这执行人的执行的话也特别重要 因为遗嘱执行人 你说那执行人可以找谁 这又要什么特殊身份吗 比如说有亲属关系 不用亲属关系 也不用 但是需要什么 成年人 成年人 不要有受到什么 一些状况的 悬护宣告 有律师当也可以 或者你找两个人以上当也可以 通常一个人是比较方便的 OK好 什么叫做预留税源 预留税源是这样 尤其像刚刚那例子里面 他们这些家族里面 就是他比较有钱 其他人都没有钱 那我们想看 我们光是刚刚举那例子 假如王先生王太太 他假如是要磕八百万的税的时候 他那个其他人怎么拿得出 一次拿八百万出来 拿不出来 所以那遗嘱必须要 要继承财产必须要先缴完税 你意思是说 在这过程 这些不管是要送谁 如果可能衍生出什么税 你要先把它准备 先把准备者 那尤其像我们投资的朋友们 我们手上是有股票 可是没有什么 没有不见得有这个现金 所以到时候在执行的时候 那当然你可以用股票相抵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人过世之后 过世之后 那股票一直涨 那你要怎么抵 所以有时候你抵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像会不划算 所以有时候在做这样处理的时候 如果是家族的人比较弱 因为我既然是要照顾其他人 那么他们也比较弱 那我就可能要想象 那个税源留下来 那万一真的我不在了 先缴完税 他就可以妥善的把财产过付过去 清楚了 苏律师谢谢您 请先回座了 这两个案例太重要了 尤其第一个 如果真的想把股票 一转给另外一半 要做哪一些的事先准备 这个也好重要 如果不婚族越来越多 或者离了婚之后 恢复单身 怎么样把你辛苦 大半辈子所留下的资产 顺利的转移到 你挂心你心爱的人 苏律师的提醒 给你做参考了 今天亚洲 我们要交给贯州 因为今天的大盘 上下震荡200多点 硬是被台积地的神龙百尾 给收红了 但是外资 灌了空单了 我要问 外资是豆腐 到底吃完了没 还有最近 投信外资 一买一卖 到底谁是真心 谁是假意 休息一下 观众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